来看一下啊这边武智张狂挽留的鱼女张狂挽留的鱼女呢在我的数据库里面啊他就是保平的啊他就是保平的他的上线保平啊他的真胜可能性极低再将这套阵容其实打鱼女我觉得真不错呀 球图空军调久这把鱼女能赢的概率不超过10%这里过客飞轮双弹球图有个电飞轮马上好这个球图我感觉能牵制的时间现在是48秒应该在一分半应该在一分半 因为现在这个球图其实战力蛮高的鱼女就一个闪现大家不闪现直接开技能吧我觉得收叉飞轮顶你 哎这 啊这 看一下这波这个球图的话这手主要飞轮这个飞轮没顶住太伤了呀 打一刀这边反正这个击倒节奏嘛我觉得鱼女保平应该是有了鱼女保平应该是有了因为球图毕竟没有大心造你真的空军来救一波然后保一个球图的26 也就这样了再加上空军过来救人也有风险所以说我觉得这边其实看情况吧空军都不一定要救这个球图啊 因为鱼女这个角色其实很多情况下他的一个节奏来自于手蚁你这边选择不救你跟鱼女保个平对吧WBG本身现在就领先哎呦这波鱼女还挂地压室挂地压室人家更不救了 本身就已经不想救了我觉得挂地压室更不救了这波就应该不挂地压室哪里好救挂哪里让他来救然后打个双倒那这样的话才有赢面那武智这边的话保平 哎你别说这个局有计划不吃当奖不当奖我怎么感觉三人三跑有没有可能啊 三个飞轮对吧穷者这里调酒师你抓我来我空军有枪比如空军真的留枪傭兵留护币 一个收叉一个抽刀调酒师这边酒喝上 飞轮把这边的哎这呃不能秒了吧我这哎 嗯啊 本来想着三人三跑突然之间怎么感觉都云女有迎面了呀 哎这换老师啊不不回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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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冲刺好的这边都还行把人救下来这边收叉管谁 我觉得不要管这个调酒师管密码机把傭兵的护币给好好玩呢 收叉调酒师这边倒密码机能点亮三人开门战 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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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傭兵这边的话在残局的时候是密码机亮之后是吃到了一波伤害啊 空军这边过来想交枪 傭兵那边点门 呃管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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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的我觉得这把鱼女如果说当时不要去管这个调酒 因为他被傭兵来救人的那个节奏太舒服了 哎中间有个地窖呢 是不是有个地窖我在哪里看到有个地窖啊闪现了算了 那平局吧 不得不说我确实看到了一点点的真胜面 但是呢鱼女这个角色想真胜真胜蛮困难的你要想的是佣兵手里还有护臂呢 对吧佣兵手里还有护臂 然后空军手里还有枪 来看一下WPG对着GW的第二局下半场这把爱丽的蜡像师输是肯定输不了的 这个阵容打蜡像师能保平但是不能真胜 如果说这套阵容真的赢了爱丽那我觉得爱丽肯定在过程当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 就你要你是得怎么样的得得打出穷者的换挂才行 穷者得打出换挂节奏换挂节奏 你说没有吗也有可能有枯起小丑空军这两个点在家拉拉队员先知其实有但是比较难打出来 啊但是比较难打出来 第一波先知鸟 啊鸟给上漂亮可以这只鸟给的不错爱丽而且是假动作骗了一波的先喷蜡然后想骗鸟 然后发现没有鸟再起这一刀 嗯这里的话50秒以50点的这个蜡像交飞轮上车 但这个车离的比较近交移型过去哎但这个移型被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但是会不会被车撞啊没有问题 这个移型交的有点吓人就是这波的话等于说是上车削辣 然后哭泣小丑这边来火箭炮玩的溜啊移型交了这波火箭炮甚至空军还想过来交枪的感觉一个那块 我感觉这波移型是不是交的稍微的有点奢侈啊 这样的话拉拉队员还有一个加速拉拉队员加速完以后待会但凡那像是再给一波火箭炮呢会不会有反向拍板子 一刀哎呦漂亮这一刀抽刀还可以啊但是已经三台机了 空军的枪还没有交啊空军的枪还没有交 但凡这边那像是被卡半救人还真的面临的是个私人开门战哎不对啊这把的话我是真没想到 穷着前期哭泣小丑这波火箭给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支援 打一刀没打中一个辣块定住我这个血线能压吗打打为什么不等一等啊等个震慑呀 直接打不是卡半救人吧不是这刀是你等一下过半也好震慑也行 这为什么打呀这打了不就出来了 空军来救人带了把枪这里的话爱丽二阶密码机差的没多少了 直接交枪救人吗交枪救人因为这拉拉队手里面有飞轮 然后有一个花球马上第二个花球蓄出来所以说这波救下来以后拉拉队员是有绝对的二六能力的定住啊 啊这啊这啊 起热辣这边队友帮忙拍板子密码机点亮可以也没有任何问题这边找空军也找不了这拉拉队员好强 然后这拉拉队员无敌啊这拉拉队员手里面双花球加飞轮 爱丽切放狗这波切放狗是留一个的意思 切放狗留一个 呃花球往前冲还有个飞轮顶 他总不能四跑吧哎 再拍个板子往前一个辣块躲掉翻板 没东西了没东西了没东西了走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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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是 那是 谢谢 谢谢大家